立法院要征院长的龙头宝座 而在花莲的立委傅昆奇 在今天早上则召开了一个记者会 主题叫做国会改革职求对决 他强调争取立院礼秀 他还签署了国会改革五大诉求 承诺18个月内要完成国会改革天政权等工作 他先后三世也说出了基层小草 似乎是呼应了民众党对国会改革的诉求 副文件表示现在要立刻把国家正常化 要积极把过去30年来基层百姓因应期盼 有个正常国会 虽然不用扣打架发声 确实把民间意见反映出来 把政府笔端一揭发 解决是基层小草的因应期盼 我们现在要积极的把过去30年来 基层百姓因应期盼 希望我们有一个正常的国会 能够不用靠打架 能够来发声 能够确实的把民间所有的意见能够反映出来 也能够把政府所有的这些弊端 能够一一的把它揭发 能够把它解决 我想基层小草因应的期盼 小草并不小 这个可以啊撼动整个国家 撼动整个山河 没有了国家没有了国会 小草依然存在 基层百姓的声音已经不断的放松出来 我们应该与政事与尊重 福根奇表示将参选立法院院长 并且在18个月之内完成立法院的改革 并且签署承诺书 改革内容包括强化委员会功能 政府院长中立建立违反议事中立的法则 福根奇在这里宣示 如果福根奇担任国会的领袖 会在18个月内完成立法院的听政权 调查权以及把所有的这个国会的意识 摊在游光下所有经费的使用 让全民来监督 并让中央政府能够 不会再有任何的弊端 让我们的国家能够清廉 政治能够透明 是这一次福根奇希望参选 国会领袖最重要的原因 我们在这里再一次的承诺 如果福根奇能够有机会来担任国会的领袖 18个月内没有完成国会的改革 落实所有听政权 调查权 雅光法案 以及所有透明事项 回应基层百姓因因的期待 18个月内如果没有办法来完成这个国会领袖 就应该要持续领袖的职务 在这里福根奇会现场的来签署承诺书 我们更希望不管谁要来担任国会领袖 都必须要公开的承诺 18个月内要完成所有这个立法的程序 让整个国会能够在阳光之下 属于所有基层百姓的权利能够伸张 让我们国家不再有弊端 让所有的政府能够效力来提高 这是昆奇这一次啊 希望有机会参选 国会领袖最主要的原因 福根奇表示 不管谁担任都必须公开承诺 18个月内完成所有立法程序 让整个国会能够在阳光底下 属于所有百姓权益能够伸展 让政府不再有弊端 希望有机会 有意参选 跟所谓百姓小草说明白 对媒体问是否 呼应民众党的诉求 福根奇表示 这不是只有哪个当中的意见 这本来就是国会领袖应该做的事 记得脚硬化收到 然后非常检查